巴勒斯坦目击者和官员说,以色列军用飞机星期五早上对哈马斯统治的加沙地带进行了至少六次空袭,造成财产损失,但是没有人员伤亡。 他们说,其中三次袭击是针对中央城镇汉尤尼斯附近的一个地区,那里也是以色列军队上星期和巴勒斯坦枪手发生流血冲突的地方。 与此同时,数千以色列人聚集在约旦河西岸城市西波伦,庆祝以色列将十祖墓穴和伯利恒附近的拉结墓,纳入国家遗产名单。